杨委员好 部长在我的这个修法的这个部分还没谈之前呢 我有一件事情要拜托一下部长 就是我们桃园监狱呢正好在桃园市的这个人口密集区 那旁边呢正好有国中国小都在附近 所以呢 比如说我们中兴国中文山国小都就就在他的旁边围墙的旁边 所以呢这个监狱又人满为患 每隔一段时间就得把人这个调到中南部去疏散 所以我是建议这个监狱不应该设在人口 当初设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人烟稀少的地方 但几十年过后这个监狱真的是非常不适当 那周边的民众也觉得这个监狱就在自己家隔壁实在是有一点受不了 所以呢是不是呢 这个我们建议这个是法务部要做的 但是呢跟我们这个内政部也有关系的 就是我们有一些民众 今天法务部有人来吗 今天法务部有 来来来来我们请法务部来好了 那个部长 蔡司长 蔡司长好来 这是角证师的业务 角证师 那我们请角证师 角证师是哪一位 角证署的有科长 好来今天你是什么科长 是是是我也好 你带回去就好了 是是是 我建议赶快把这个监狱这个签证的事情跟部里面报一下 那那天我们这个桃园地方法院在这个动土的时候 我也特别跟这个市长有特别拜托过 那角证署现在是什么角证署吗 是不是失了 角证署的署长也讲过了 所以这个部分请你们加快脚步 因为你没有太大决定权就不用讲了 请回去 那另外就是 今天我们是内政部我们是针对这个 这个儿童 对对对 儿童少年的这个部分 那基本上我是把它界定在12岁以下 那个这个部分 当初我们儿童少年福利法里面 就有针对这一项 那么有关这个部分 本席是参考这个解析卡跟这个梅根法案 要求比较严苛来这个处罚 但是可能有一些部分 法界也跟我们讲 我们也开过很多次公听会 就是说这个如果过言的话 跟刑法的部分是不是有汉格的情形 那这个部分就交由你们自己部会里面去协调 但是我还是非常要求一定要重罚 那我最主要的内容 还是在于就是说 对于这些加害人的资料 包括他的这个姓名 最新照片 身体特征 现今居住的所在地 工作地点 这一类型的记录 都应该至少保留10年以上 让所有的人都可以查询 因为到目前他们都没有所谓处死刑的情形 而且他判的也蛮轻的 但是对于这个被害人的资料 绝对不可以泄露任何的被害人的资料 这个部分在儿童少年的保护法里面 我们都特别要强调 连媒体都不准有这方面的报道 那么希望内政部这个部分 一定要加强把关 那另外这个部分的我们愿意就说 这个加害人的危险程度 可以来分级 那分级之后 他这个被追踪管束的层级 也可以有不同的区别 那这项我们是交由中央主管机关 来做一个订定的办法 还有就是说 对于加重刑者刑度的部分 我特别提的就是说过去我们都 这个处罚的部分 刑法的部分 还有就是说在审查的过程里面 其实是最让我们父母心痛 也是我们认为 对孩子伤害最大 因为小孩基本上很难做举证 尤其你12岁以下 有的甚至呢 0岁到2岁3岁之间 你跟他问的这些很专业的 法律上的问题 他根本都听不懂 可是你却要他来举证说 你有受到什么样的侵犯 这小孩子根本没办法辨识 所以在这个部分的审理 我认为实务上 我们这个修法呢 只能就法的部分 但是对于审理过程里面 我们对于儿童的这块 我希望呢 我们应该结合 这个儿童的心理医学 跟这个儿童的各项年龄层不同 在要求他做这个 这个征讯的过程里面 一定要有保护的机制 而且那个问的问题 应该要符合儿童 可以回答的这样的一个情形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希望呢 在审理的过程里面 也应该要注意 他的实质面 那这修法的部分呢 我最主要是在 第七条之一 第七条之二 第七条之三 这里所谓刚刚讲的 这个资料的登录 还有就被 受害人的 这个保护的部分 还有就是 加害者的 这个危险程度的分级 第十七条之一 是针对 如果 有 强暴 胁迫 恐吓催眠术等等 用各种方式 胁迫 然后伤害 这个儿童性交的这种 就一律 以处二十年以上的图形 那这个部分 也许有带上去 但是我希望能够 加重 那么如果没办法 在我们的儿童 这个在性侵害防治里面 来修的话 那么必要的时候 希望也能够提到刑罚的部分 来修 那么这个部分 就是在第十七条之二 犯了第十七条之一 罪的时候 然后呢 致被害人于死的 就处无期徒刑 那么十七条之三 就犯十七条之一 而故意杀害被害人 故意杀害被害人的话 处以死刑 那另外呢 就是十七条之四呢 我们要求儿童性侵害犯罪之加害 人经判决有罪确定 不得假释 这个你们有在做了吗 还有缓刑免刑赦免减刑等等 这法务部应该来啦 你这个部分是 有法务部跟司法院 今天都有代表列席 对啊你你因为这个儿童是由你负责保护的 我就讲给你听啦 谢谢 其他的代表单位来的 我就不知道你们有谁啦 谁啊 行 因为你们来的检查师师长 是不是 法务部的检查师师长 是不是 好好 那部长你注意听啊 我希望你在部会里面啊要强势的要求 那你你你请请你先回座一下 我时间有限啊 因为我记忆把这个重点讲一下 你们简单回答一下我刚刚讲的 你是哪一位 我法务部检查师 蔡森大师 对不起 我对你们这个委员会不熟 所以你现在赶快回答 报告委员 那有关那个委员刚刚提到的 就是加重刑度的部分 这部分我们的意见是希望说 能够要通盘考量 要考虑到比例原则 那另外就是 促死刑的这个部分 因为现在我们已经把 所有的绝对死刑都已经废除了 是采取相对死刑 所以这部分如果说 把它规定为绝对死刑 恐怕会有一些争议 那另外有关委员提到说 有关假释免刑 赦免刑的这个部分呢 那因为我们 目前对于 就是说像重大的犯罪 像杀人啊贩毒啊 这些我们都没有 特别排除的规定 那如果说 在这一部分要做这样一个 特别排除规定的话 那我们的意见是认为说 如果社会有这样的共识的话 那么我们并不坚持 反对我们尊重委员的 这样的一个意见 就是不得假释 缓刑免刑 赦免减刑这个部分可以 对对 但是赦免的部分跟委员报告 因为赦免的部分 他是总统的职权 所以我想可能不宜在这个法律里面 做这样的一个规定 我们只是这样的一个意见 只有赦免这一项是不是 对 OK好 除无期徒刑跟死刑 死刑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有待讨论无期徒刑呢 无期徒刑因为我们是考虑到说像杀人的话 刑网271条才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那你这个把它规定到比杀害生命法律还高 那会不会失去平衡 他也是杀人啊 置人于死啊 但是你说唯一死刑的话可能不宜啦 如果可能至少要加个 顾虑杀害 对 没有我没有说唯一死刑啦 好啦这个可以讨论相对的部分 如果相对的话应该是可以啦 可以接受 那么电子化监视系统的这个监控的部分呢 应该没有问题 这你们应该也有在做吧 这在不然之上 尊重内政部主管机关的意见啦 这个由内政部来处理 对对 好好谢谢你 另外有关这个说话剂的这个部分啊 因为我们在那个食品卫生管理办法里面 最高层级的话 我把它修到跟比照药事法药物管理的层级 也只不过是罚 这个判刑是五年以下 五年以下 然后一千万以下的罚款 所以呢 如果这种造成社会动乱的 而且呢 这个长期以来会伤害这个全体民众的 我们希望把它增加这个 这个刑度的话 如果在刑法里面来修的话 你认为应该 我们希望到无期徒刑的时候 像签名人类似这样的话 应该在哪里修呢 跟委员报告 因为食品 食品卫生管理法 是卫生署所主管 那因为它三十四条的第二项是规定 这个部分我们已经都把它提高到 比照药事法的最高法则来了 但是药事法最高就是还是五年以下 而且呢最高划款到一千万 因为这一部分行政院今天下午呢 会针对这一个部分他们会召开研议 那针对这个刑者的部分会有充分的讨论 希望这个部分能够再加重 其实社会大众都期待像这种危害世界的 这个危害社会的败类呢 都应该要处以无期徒刑 而且呢应该要把他的财产呢 全部都要把他管制将来做赔偿使用 跟委员报告提高刑者的部分 我们部里面并不反对 但是应该提高到什么样的刑度呢 这个可能要大家在做比较深入的讨论 希望你们能够考量一般民众的感受 另外就是这个假释 再犯的很多都是性侵害的 毒犯啦 窃盗犯 像这种的话你们是不是应该要研究一套 刚刚我讲的为什么我们要这么重的 针对性侵害 而且针对儿童性侵害 其实有的时候他不是只是随意犯刑 而是一个病 他是一种病态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请你们多花一点 但是呢 矫正单位我倒是蛮肯定的 因为最近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 都尽可能让这些犯罪人 能够将来顺利回到正常社会 这一点我倒是蛮肯定的 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多加强 但是这种恶行重大 或真的他不是只有随意犯行 是一种病态的话 就应该要严加的处置 否则的话会再次的危害 所有的无辜的百姓 好不好 谢谢 接着请图醒这位